第1422集 对于这种人 叶辰也懒得再多说什么了 说再多有用吗 他们看不起你 永远都会看不起你 直到他们被你踩在脚下为止 李深好不容易止住了笑意 好整以暇地看了看叶辰 玩弄着腰间的配件 不以为意地说道 我神玄宗 在此有要事要办 你滚远一点 不过刚才你那双狗眼 看了我师妹 狗嘴又对我二人出言不逊 这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自己把眼珠子和舌头留下 算是赔个不是吧 陈梅香微笑道 李师兄还是一向这么仁慈的 换做其他人 恐怕根本不会给他 什么选择的机会 直接灭纱了吧 和垃圾多说一句话 都是会让人反胃的 李师兄的为人 没想佩服 李深似笑非笑地看着叶辰道 小子都听见了吗 快动手吧 本公子的耐心是有限的 是吗 叶辰懒洋扬地扫了李深一眼道 你们太吵了 小黄会不开心的 李深的脸彻底沉了下来 他本想给这小子一次机会 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想等下去了 李深如果还能忍得下去 他也不是神国神玄宗的弟子了 而陈梅香的俏脸之上只有怜悯 他有些为叶辰接下去的遭遇 感觉可怜 李深手一动 拔出了腰间的长剑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们看中的东西 就算有主又如何 长剑出窍的瞬间 一阵宝光爆发而出 叶辰双眼一眯 这长剑赫然是一柄真神器 而且长剑之上 镶嵌着无数散发着强大波动 光彩夺目的宝石 如此强大而又截然不同的能量 却在这柄长剑之上 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李深长吸一口气 轰隆一声闷响 从体内发出无边灵力疯狂运转 周围的空气受到搅动 在李深的周身 形成了一个空气漩涡 而李深身上 也因为庞大的能量生腾 毛孔之中冒出了鼓鼓白气 瞬间风气晕涌 叶辰手腕一翻握住兽小剑 同时目光一闪 这里深的气势不简单 看来他是有些低估了这个神国天才了 但是叶辰眼眸之中 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 反而跃跃欲试 叶辰虽然怕麻烦 但是他的骨子里流淌着好战的血液 一旦遇上那些值得自己出手的对手 叶辰便会感到兴奋 会激发战意 而且他现在刚刚进阶 正好需要一个人来练练手 李深看着叶辰握住的剑 眼中的杀意却更浓了 他浑身气息一动 便向着叶辰碾压而去 他拔剑 只是为了酝酿气势与杀意而已 并不是真的要对叶辰出剑 因为叶辰不配 不配让他出剑 他的剑不想沾染上 灵武大陆这些底层蝼蚁的血 他要仅凭气势击垮对方 让对方明白 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而叶辰又是多么无知愚蠢 轰隆一声 那强大的气势仿若实质一般 瞬间压在了叶辰头顶 在李深的想法之中 叶辰会被他的气势瞬间压垮 全身骨骼都完全粉碎了吧 陈梅香也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可是一秒两秒三秒 三秒过后 李深和陈梅香愣住了 为什么 因为叶辰现在依然好端端地站着 看着两人的目光淡然到极致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封门镜五层天 还是神国的神玄宗弟子的威压呀 身为神玄宗弟子 李深别的不说 在这零五大陆之上 即使对上封门六层天的强者 他都是无惧的 可以一战 在他看来 叶辰这种蛮荒废物 哪里能承受得了自己的威压 还是自己拔剑以后融合了剑意杀意的威压呀 何止是威压 李深感觉随便吹口气都能将之杀死了 用上威压已经是杀鸡用牛剑了 可是呢 别说是杀死叶辰了 根本就完全无法影响到叶辰一丝一毫啊 这简直都要超越他们的理解了 就算是刚刚进阶心窍的自己 都无法面对现在他的威压吧 难道 这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蛮荒废物 比同境界的自己更强 李深的面色彻底阴沉下来了 阴沉的不能再阴沉 现在他觉得真的受到侮辱了 而就在此时 陈梅香还对李深投来一个怪异的目光 仿佛是在质疑李深的实力 神国的残酷是难以想象的 弱者没有任何的朋友 即使他刚才还和陈梅香有说有笑 甚至陈梅香还隐隐对李深示好 但是若是陈梅香觉得李深实力不够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和李深划清界限 就是这么现实 而陈梅香的目光对于李深而言 无异于火上浇油 他双目冲血怒火攻心 这时叶辰微笑道 神国之人都是笼子 我说了不要打扰我的朋友睡觉 给我闭嘴 李深咆哮一声 手中长剑一舞 指指叶真道 好 我真没想到 一个心窍废物 竟然真的能让我愤怒到如此程度 你放心 我杀了你之后 不会就这么完了 我会保留下你的神魂 然后好好地让你体会一下 得罪神国之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长剑舞动的瞬间 剑上的宝石光芒爆发 李深一身强大灵力 气势 剑意 全部灌注到了长剑之中 那剑光一闪 仿佛瞬间充斥了整个世界 宝石之中的强大能量 被这股惊天剑意完全引动 彻底爆发出来 这一剑 绝强 堪称毁天灭地 李深口中低喝一声 破天风云剑 这无穷剑光向夜神狂涌而去 瞬间将其笼罩 仿佛真的如同要以风卷残云之势 横扫一切 突破天穷一般 出剑之后 李深面上的愤怒不甘都消失了 他的眼中只剩下了自己的剑 而原本有些音质的气息 也一扫而空 变成了自信 无比强大的自信 一旁的沉眉相见状 眉眸之中 一彩连连 李深的这一剑好恐怖 都可以秒杀自己了吧 看来刚才对李深的质疑 是自己错了 好 就连一尘双目之中 闪过一丝兴奋之色 叫了声好 李深的为人 虽然让叶尘看不起 但是他的剑却不错 同时他手中长剑也动了 焚天一剑 在那无穷剑光 无穷威能之中 突然亮起了一道寒芒 一道来自于叶尘 瘦朽剑剑锋之上的寒芒 寒芒一闪而逝 极快 快到几乎要超越了人的思维 这一剑 叶尘用了全力 这一剑是叶尘展出的 至枪一剑 而在叶尘出剑的瞬间 本来已经满脸胜券 在握之色的李深 面色白了一分 手腕也是狠狠的一颤抖 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的他 竟然生出了一种 对着真正的诛天神魔 拔剑相向的恐惧 而那点寒芒亮起之后 不到千分之一秒 便已经消失了 随之而来的是黑暗 叶尘展出的剑芒 消失的同时 李深那一剑之中 爆发的剑芒之海 也消失了 强光收敛的瞬间 世界仿佛陷入了黑暗之中 而李深更是大叫一声 连退束步 同时狠狠地吐出一口鲜血 他看着地上的血迹 又抬起头 看着正双目微闭 站在自己面前的夜沉 他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了 自己竟然在和一个 心窍存在的对剑之中 落了下风 而且还受伤了 那个心窍存在呢 却是毫发无损 李深身为神国天才的尊严 都要崩溃了 这怎么可能 这家伙不是只是一个 灵武大陆的废物吗 为何会这么强啊 心窍初期 斩风门五层天 这样的妖孽 就算是神国都几乎见不到吧 一旁的陈梅香也彻底傻眼了 他从一开始 对灵武大陆的那些舞者 只有厌恶和不在乎 而现在 他脑海中只剩下一种情感 不是厌恶 不是鄙视 而是畏惧 发自骨髓的畏惧啊 他知道 李深刚才那一剑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够秒杀自己的 毕竟三个境界的差距太大了 而且战斗并不是他的强项 而叶辰的剑呢 叶辰的剑显然比李深的剑更加恐怖 那么叶辰则是百分百能够秒杀自己的存在啊 而自己对叶辰说了什么 他知道 自己虽然算得上角色美女 但是这个世界实力为尊 若是自己侮辱 便低了某个能够秒杀自己的强者 就算长得再美 也是一点用都没有啊 反而还会更加凄惨 这时 叶辰缓缓睁开了双眼 对李深笑道 你的剑不错 让我有了一些新的领悟 叶辰刚才一是感受自己进阶之后的力量 进行调整 二是消化自己刚刚领悟的东西 他的下一剑将会更强 李深文言忍不住瞳孔一缩 这人刚才说什么 又有领悟 他在心窍境界能使出这么恐怖的剑法 已经逆天到不能再逆天了 竟然还能进步 李深从叶辰身上瞬间感到了无比强大的压迫感 竟是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叶辰似笑非笑地看着李深道 我的朋友被你吵醒了 有些代价 你需要承担